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 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3月7号星期四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马斯克离开OpenAI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苹果手机刚刚更新的iOS17.4 在欧盟还有其他地方 会有些什么样的区别 当2024年iPhone销量下滑的时候 哪家手机品牌的销量 反而大幅上涨 今天早咖啡的上半部分 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 另外在不久之前 2024巴黎奥运会的官方海报 也在巴黎澳赛博物馆展出 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会和你一起来关注一个特别的话题 奥运会中的女性 具有千年历史的奥运会 为什么到了近现代 才会有女性运动员的参与 之所以我们会问这么一个 好像不那么商业科技的问题 那是因为明天就是 3月8号国际妇女节了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想要用一个7分钟的声音纪录片 来讲述一段 女性百年运动参与的故事 作为这个特殊节日的礼物 送给大家 在这之前 我们先来关注几条 最新的商业科技动态 OpenAI表示 马斯克曾经支持自己的盈利计划 在上周 马斯克起诉了OpenAI表示 他们违背了成立时候 非盈利初衷之后 3月6号 OpenAI在官网发布了一篇文章 讲述了马斯克 离开OpenAI的详细过程 在2017年年底 OpenAI和马斯克 共同讨论 创建一个盈利实体 马斯克希望拥有大部分的股权 出使董事会的控制权 并且希望担任首席执行官 但是讨论过程中 马斯克暂停了资金支持 随后LinkedIn的联合创始人 Ray Hoffman 为OpenAI提供了资金 用来支付工资和运营费用 2018年 马斯克还提出过 将OpenAI并入到特斯拉 对于OpenAI 恢复开源的话题 OpenAI官网也展示了此前 他们和马斯克的邮件往来 OpenAI的首席科学家 Elias Skever 曾经写道 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 构建人工智能 不那么开放是有道理的 OpenAI中的Open 意味着每个人 都应该从人工智能的成果中受益 但是没有必要分享科学知识 马斯克随后回复了YEP 表示赞同 另外根据金融时报 3月5号的报道 OpenAI近期 正在和新加坡的 淡马西讨论融资 如果投资成功 淡马西将会成为OpenAI 第一个具有政府背景的投资机构 未来净亏损207亿刷新记录 子品牌首款车将对标Model Y 3月5号 未来发布了他们的最新财报 数据显示2023年 未来的营收达到了550亿元 同比增长了13% 但是他们全年的净亏损 超过了200亿元 扩大了44% 36克的分析认为 未来亏损进一步的扩大 主要是因为研发开支的增加 未来去年的研发费用大概是134亿元 同比增长了四分之一左右 而另一家造车型势力理想 他们全年的研发支出是106亿 比未来更低 而未来的收入还不到理想的一半 未来的创始人李斌 在业绩电话会上表示 公司2024年的首要任务 是新品牌阿尔卑斯实现增长 此品牌的第一款车型 将会对标特斯拉Model Y 但是成本会比特斯拉低上10%左右 定价将在20万到25万元之间 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发布 李斌指出 去年未来进行了销售体系的提效 随着销售淡季的过去 他们也希望能够尽快地回到 月销2万辆的水平 字节跳动去年三季度收入 同比增长超过四成 根据The Information 3月4号的报道 字节跳动在2023年第三季度的收入增速 大约是43% 达到了309亿美元 其中广告和电商板块的增长在加速 字节收入的增速 已经是Facebook母公司Meta的接近两倍 目前字节的绝大部分营收 都是来自中国市场的抖音 另外TikTok在3月6号的时候宣布 他们的创作者奖励计划 在过去六个月的时间里 让创作者的总收入增加了250%以上 TechCrunch的分析认为 新计划针对的是那些 视频长度超过一分钟的创作者 TikTok希望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平台上 发布长视频 而不仅仅是上传到YouTube 苹果更新iOS17.4 3月6号苹果推出了iOS17.4的正式版本 欧盟的苹果用户会看到不同的更新说明 其中特别提到了应用商店 网络浏览器 还有支付选项 欧盟用户可以从App Store之外的 第三方应用商店下载App 他们在更新之后 第一次打开Safari的时候 也会被提醒选择默认浏览器 苹果还推出了新的API 允许第三方开发者使用iPhone的NFC支付功能 我们早咖啡前几天的节目当中也介绍过 这都是苹果为了符合欧盟数字市场法所做出的改变 不过苹果也提到 如果使用者离开欧盟的时间过长 那么第三方应用商店将会无法正常使用 另外苹果还对开发者的条款进行了修改 对于在第三方商店分发应用的开发者 苹果给了他们一次更改选择的机会 允许他们从欧盟商业条款切回苹果原有的商业条款 比亚迪进一步进军澳大利亚市场 在印度又推出第三款电动汽车 根据路透社3月6号的报道 比亚迪正在将更多的型号带到澳大利亚 去年比亚迪在澳大利亚的销量超过了12000辆 增长达到了6倍 市场占有率也来到了14% 不过比特斯拉的53%还是要低 路透社认为 比亚迪等等中国汽车制造商 在澳大利亚市场没有贸易壁垒 澳大利亚政府还会提供电动车补贴和税收优惠 另外当地汽油的高价格也促进了电动车的畅销 另外在3月5号 比亚迪印度分公司的副总裁表示 比亚迪在印度市场推出了一款高级电动轿车海豹 其售价大约接近5万美元 在这之前 比亚迪已经在印度推出了两款产品 售价都超过了36000美元 根据印度本地行业协会的数据 比亚迪去年在印度的销量是1800多辆 同比增长了314% AMD中国定制版AI芯片出口受阻 根据彭博社3月5号的报道 AMD为中国市场定制的人工智能芯片 在销售的时候遇到了美国政府的阻碍 争议芯片的性能比AMD在其他市场销售的芯片更低 符合美国的出口限制 但是美国商务部表示AMD必须获得商务部的下属机构 也就是工业和安全局的许可才可以销售 在2023财年 AMD中国区销售额是34亿美元 占到了他们全球总收入的15% 略低于英特尔和英伟达在中国区的收入占比 苹果手机在华销量减少四分之一 3月5号市场调研机构ContentPoint Research发布的报告显示 今年前六周 iPhone在中国的销量同比下降了24% 在2024年的前六周 中国智能手机的整体销量同比下降了7% 其中苹果、OPPO和Vivo都出现了两位数的下滑 这期间销量表现最好的是华为和荣耀 他们的销量分别上涨了64%和2% 华为的市场占有率也上升到了第二名 仅次于Vivo的18% 路透社的分析指出 自从去年8月份Mate60系列发布以来 华为的高端智能手机销量就开始回升 彩妆品牌贝林飞 被爆将会退出中国市场 根据第一财经3月6号的报道 LVMH集团旗下的彩妆品牌贝林飞将从斯福兰全面撤出 并且将在今年6月底、7月初退出中国市场 去年年底 贝林飞就关闭了他们在天猫、京东还有抖音 等等多个电商平台的官方旗舰店 而斯福兰也因此就成为了贝林飞 之后在中国唯一的销售渠道 界面的分析认为贝林飞的定价偏中高端 但是产品却能够抓住年轻消费者 当主打性价比的国货美妆声势越来越大 年轻消费者的选择也变得越来越多了 同时许多大牌彩妆针对中国年轻人的营销攻势 让几乎不做高调营销的贝林飞缺乏存在感 阿里腾讯继续拆墙 丁丁会议允许微信加入 3月4号丁丁宣布 新版本的软件进行了重要更新 收到会议邀请的微信用户 将不再需要下载单独的客户端 而是可以直接从微信里打开丁丁会议的网页版 不过和腾讯自己的腾讯会议相比 微信用户加入打开的是微信小程序 而丁丁还没有官方的微信小程序 通过网页版加入会议 只有几项必备的核心功能 财新的报道显示 去年上半年 中国的云会议市场腾讯会议 占有36%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一 而丁丁会议没有排进前五 而丁丁和微信分别隶属于阿里和腾讯 这两家国内的互联网巨头 这已经不是两家公司之间的第一次拆墙了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 不久之前 同属于阿里的淘宝 对部分用户开放了微信支付 而在去年9月 阿里的营销平台阿里妈妈 也曾经和腾讯广告进行过合作 用户通过微信视频号 朋友圈等等平台的广告 可以直接跳转到淘宝界面 那聊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 你平常会用什么软件来开线上会议呢 你还希望阿里和腾讯这些巨头之间 打破哪些隔阂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另外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想要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生动活泼的后期团队 成立了一个声音实验室 声音实验室和支点手机壳领创品牌 图拉斯为国际妇女节 联合制作了一段音频小短片 他讲述了百年之中 女性在运动体育赛事里 为平权而斗争的声音故事 描绘了她们是如何一步步打破偏见 并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性 这部声音短片是立体声 所以感兴趣的话 建议你可以戴上耳机 听完之后 在评论区来告诉我们 你心中的女性支点力量 同时图拉斯支点手机壳 也为我们早咖啡的听友 准备了专属的折扣福利 你可以在今天这期节目的show notes 也就是单集简介部分 找到具体的使用方式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签文 商业内容策划 乐乐 声音设计Jack 实习生高高 实习生新路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本声音短片由指点壳领创品牌 土拉斯与生动活泼联合呈现 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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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776年 古代奥运会自诞生之初就明确规定 私自观看奥运会 或者参与盛典的女性 将被处以极刑 1896年 第一届现大奥运会 在雅典举行 被称为现大奥运之父的 顾外旦 慷慨激昂的宣扬 但女性依然被禁止参与 她说女人在体育方面 最大的贡献 是生一个冠军儿子 她说女人的荣誉 来自她生孩子的数量和质量 这种女性参与的奥林匹克运动 是不实际 无趣不美观 以及不正确的 竞技比赛太激烈 子宫会掉出来 她们说女性根本不会合作 不适合进行集体项目 女性打篮球只需要半个场地 因为打全场会让我们精疲力 女性要优雅 要穿着长裙和衬衫领衣服 和不公平抗争的路 1900年 女性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的比赛中 在8000名总参与人数中 仅占22名 1928年 阿姆斯特丹奥运会首次设置了女子田径项目 但在800名跑比赛后 记者选择拍下女运动员到达终点后 站着或者坐着休息的画面 并配以带有偏见的解说 报纸上写 十亿名可怜的妇女 五名在终点前退出 五名在到达终点后倒下 她们说女性根本跑不了那么远 女人要淑女 要健康 她们竟然用避免不孕不遇 过倒衰老为理由 来禁止我们跑超过800米的项目 1948年 荷兰选手Fanny Blankerskoen 打破六项田径世界纪录 但人们对他参加伦敦奥运会的行为 依然激情地批评 你不该离开你的孩子 一个家庭主妇跑那么快干什么 回到你的家庭去 但是更多的女性站出来 以战斗的姿态去对抗不公的规则 1957年的波士顿马拉松中 有一位叫做Catherine Switzer的女性 用中线的名字和着装 混入参赛者中 比赛仅进行到两公里 工作人员就发现了她 她们怒气冲冲地跑过来 抓住凯瑟琳的肩膀 想把她拽出赛道 她们大喊滚出比赛 大叫把你的名牌后摘下来 女性不能参加马拉松 她终于顺利到达终点 也正因为她的努力和争取 五年后 女性终于可以合法地参加马拉松赛 1973年9月20日 这是一个网球史上不平凡的日子 在休斯顿天文馆球场上 比利剑金与男运动员里格斯 上演了著名的性别之战 在全世界的瞩目下 比利剑金以三局全胜的成绩 击败了狂妄格里格斯 也正是因为这场比赛 男女网球运动员的同工同酬 才得以实现 1975年的国际奥委会上 男女运动员应该得到平等对待 被写入宣章 1990年 委内瑞拉人伊萨瓦丰赛卡 成为职委会第一位女性成员 使女性在奥运会的项目设置 和赛事组织上 具有更多主动性和话语权 女运动员在赛场上 以不用辩驳的优异表现 赢得了尊重与喝彩 反击了荒谬的质疑 为体育拼搏的人格魅力 更是激励了无数赛场外的女性 这一时期我们也听见了 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运动员的声音 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排球的冠军 同期刀斩 郎平也接过了奖杯 这给夺得了女子兵方的单打的声牌 我们说 往里面掉 看看中落 出去了 郭立娇 滑 出手 这一刻我等了21年 十五年去练练练 第21年 好的孙一为赢了 中国今天 成功球女子单打特军的 杨天九点八环 杨天九点八环 在北阶赢得了女子歌舞手 军军 竟然到女子歌舞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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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到陈晗 好大好大 太漂亮了 我是第一吗 中国小手新歌舞手 我是第一吗 竟然到女子歌舞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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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到一分钟的时间 太可怕了 中国人终于成为了UFC的冠军 来吧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美丽 太棒了 我是中国版的 我最爱的 我才需要你 我最爱的 那接下来 对女孩子的人生 有什么计划吗 女孩子的人生 因为你之前是女汉子 为了牵手 接下来可以对自己了吗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 又来了 有一段时间你得了冠军之后 好多人都替你担心 说以后这样是谁娶了你 对 回家就得挨家抱 可笑 太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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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到底还有多优秀 才能打破这些刻板印象 在我做运动员的时候 我们教练经常用一种语言 去激励男运动员 你连女孩都划不过 你还划什么呀 她的言语措施当中呢 从一开始就把女性 放在一个比较弱的角色上 但是我在训练当中 我从来都没让他们超越过我 我用自己的人生 我证明了一件事 女孩不一定是要是柔弱的 她可以是很多面的 她可以是勇敢的 她可以是充满力量的 而且我们也可以在这种 男人林立的八角龙里面 展现我们自己的力量 也希望你们更加勇敢 女孩子真的不适合在球场上吗 社会对女性的限制已经足够多了 但作为女性 我们应该起身主动地 去打破这些刻板印象 勇敢地做自己 体育运动是这个时代 给我们女性最重要的礼物 它应该让我们更加接受热爱 了解和尊重我们的身体 并有能力控制我们的身体 而不被商业化或男权方文化所控制 我坚信只要给了我平等的机会 女性可以做得和男性一样的出色 甚至于更为出色 从第一次战上奥运赛场 到今天 在体育运动各个领域的深度参与和优秀表现 这段历史让我们相信 女性的力量足以抵抗世界所有的质疑 偏见和不公平 历史没有终点 我们仍将继续输写 本次创意灵感来自 图拉斯三八妇女节特别策划的 女性支点力量主题 除了这个声音短片 声动活泼的另一档节目 声东机西 还会上线一期专门讲述 攀岩的女性支点力量故事 我们和图拉斯支点壳一起 将支点力量的种子 用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 祝大家节日快乐